国民党议员钟小平猛攻科文哲 金华城闭案 遭到了前民众党议员参选人 曾延洁的爆料说是因为求爱不成 恼羞成怒报复 台北市议员学姐黄敬也说 曾经被钟小平夺命连环抠 对此钟小平高喊 尊重女性是自己的人格 明天将会正式提告 让曾延洁欺诈时说 坐等钟小平变成法院认证 所以我一定要提告 因为这个对我很重要 尊重女性是我钟小平 我们是这种的人格嘛 你不容我上 你用这个碰瓷事件这样 我是迷人你就连上来 国民党议员钟小平 从响眼言变成告眼言 快一点快一点 因为我很想让他快点 变法院认证的变态说谎 就是钟小平真的觉得 全世界的人都跟他一样没脑袋嘛 就很夸张的一个失智老人嘛 没有存在感 一定要被社会遗忘 所以到处说谎 刷存在感嘛 钟小平就连党内同志 桃源议员詹江村也要一起提告 因为对方又爆料他 看照片指令要曾妍杰 带正妹好友陪吃饭 觉得被扫扰的不止曾妍杰 学姐黄静怡也说 曾被钟小平夺命连环扣 要求站台帮扶选 疯狂开始 8点打电话 8点01分问说文轩OK吗 8点47分又打了一通电话 8点48分说文轩你不反对话 我就发送了 学姐本来是要来的 后来黄珊珊打电话 警告学姐不能来嘛 一切的因果都是黄珊珊嘛 那我怎么可能因为一个 一个女生的警告 我就不打磕批嘛 不只是民众党的反扑 而且又要抹黑 我们是名人嘛 形象好他就乱扯一通 钟小平穷追猛打 柯文哲随着过往 和众女神的对话记录 一一被曝光 到底是强力监督 还是追求不成 恼羞报复 也成了金华城案外案 这张黎明州台北 采放报道